而在法庭消息方面 马六甲一对年轻的情侣偷偿禁果之后 女友怀孕生下了男婴之后 为了隐瞒家人 他的男友竟然亲手将咕咕坠地的婴儿 丢弃在草丛里 使婴儿惨死街头 这名男子今天被控谋杀罪名 另外 如福州一名海军涉嫌虚报 申领超过2万令吉的印刷费 被反贪会申请延长扣留调查案件 19岁的餐饮店员工阿莫沙米尔 今早在马六甲爱吉勒推示厅 面对谋杀亲生孩子的指控 根据控状 被告在3月29号5月12点到晚上10点半之间 在靠近一所托索的草丛 杀害由一名女子刚淡下的一名婴儿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唯一刑罚是死刑 被告在聆听了控状后 没有表明是否认罪 推示将案件定在5月19号过堂 以等待死者的解剖报告 警方是在上个月29号 在直落岸一个工厂附近草丛 发现一具出生婴儿遗体 随后逮捕被告和他18岁的女友协助调查 被告女友随后承认自己生下孩子 他过后获准保释 霹雳州一名华裔肥料供应商 涉嫌贵赂路公务员 今天被控上医保地庭 根据控状 52岁的被告在2018年10月8号 涉嫌用30,150令吉 贿赂一名贸销部执法助理 以隐瞒他没有执照 却私藏津贴肥料 被告因此抵触2009年反贪汇法令 第17B条文 并在24之一条文下同读 一旦罪名成立 被告将面对不超过20年监禁刑罚 或罚款不少过汇金5倍 或最高1万令吉 是何者为高 被告否认罪名 法官允许他以25000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但每个月必须到太平反贪会报到 案件定在7月22号过堂 而在柔佛星山 36岁的皇家海军部队后勤组主任 因为涉嫌伪造单据 申领一笔为数24250令吉的 纸袋和布条印刷费 但却没有提供任何印刷品 昨天遭反贪会传照问话 随后落网 这名海军今天被带往法庭 申请延扣6天调查 反贪会援引2009年 反贪会法令第18条文展开调查 一旦罪名成立 嫌犯将面对不超过20年监禁刑罚 或罚款不少过汇金5倍 或最高1万令吉 是核准为高 是核准为高 是核准为高